来就过来就过来 这一期最新的金周刊 温云老师单纲C位 就是在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当中 我接受了金周刊的专访 要跟所有的投资朋友 所有的读者来分享高股息的投资策略 什么样的个股能够强于ETF 什么样个股能够让你赚更多 来 投资朋友今天通通精华在里面 节目当中一次跟大家做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并认为我分析的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记得同时开启小铃铛 才能够收到最新的消息哦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温云老师 好 今天是礼拜五周末的一个时间 我想很多的投票都很关心 下个礼拜的行情会怎么走 因为其实本周的行情 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色 就是一天大涨 一天大跌 让大家摸不着头绪 障恶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过没关系 其实现在的投资策略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价差操作 拨断操作 我们要赚大票的 来票大的 如果另外一种比较保守投资人 想要做什么动作 高席 高席强鼓有什么 本期呢 文元老师很荣幸 接受了金周刊的专访 这一期最新的金周刊 封面故事就是专访文元老师 好 所以这一期的内容 你看可能会问说 老师你真的有在里面吗 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期的这个封面故事 高席强鼓 那你打开 其实第一页 上面就有我啦 这个资深分析师数学员 就在这个地方 里面我写了非常多的内容 所以这些内容的精华 我今天的节目当中 会跟你分享哦 要好好的注意啊 你看了这个杂志内容 或许你有不清楚了 那没关系 今天的节目 我会讲的更加的详细 更加的仔细 该怎么操作 今天要好好的来观赏 我们的节目 好 那时间来到周末 我觉得大家就 这个放轻松一点 因为其实 整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K线图 这个整个礼拜行情 哇大家大喜三温暖 一天大涨 一天大跌 对 从礼拜一 在这里 4月22号 礼拜一的时候呢 行情啊 大家都非常的悲观 但是文文老师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告诉大家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来 告诉大家 什么样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 我说15年来再见台紫棋 百点正价差 反弹就要看见啦 礼拜一啊 4月22号 我公开预告 台股就要反弹 果然一天涨了188点 隔一天又涨了532点 合计涨了720点 本周 更不用再看了 来我们用周线去看 你会更加的清楚 本周涨了几点 来 各位投票 本周反弹了 这个593点 而且如果从低点去做几算 是反弹了800点以上 所以你看这个周K线 你不要觉得说 这个行情是空头啦 很多人会觉得说 如果你 如果看的比较短 就是说 这个眼光比较短浅 这样讲比较不好意思 可是真的 你如果只看日线 有时候会 错失掉 很多很棒的行情 很多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会蛮可惜的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这个日K线 你会觉得说 这行情 有很多头吗 看起来没有啊 可是如果你切成周K线去看 我习惯是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礼拜周末 要来review一下 周K线的状况 好 周K线的状况 其实我们很简单的 做一件事情 花一条上升的趋势线 我们花一条上升的趋势线 你不觉得这个上升趋势线 非常的漂亮吗 有够漂亮的漂亮 对不对 非常漂亮 你自己看 我们圈三个点给你看 来 这三个低点 一个 两个 三个 你从大盘的周K线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格局 那就代表什么 这个行情是强势的吗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今天用一首诗 来形容 这个投资朋友 散户朋友现在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刚你看到现在的节目 应该在敲碗 老师你怎么还没有念诗 对不对 我认为老师你是忘了 我不会忘了 好不好 来 一开始念给大家听 夏江陵 朝辞白地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为什么说青州已过万重山 不就是如此吗 这个行情 台北股市行情 其实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来的厉害 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来的强势 比你想象中的 生命力更旺盛 更加的强韧 就像强韧电网计划 一样的厉害 皮卡丘十万福特 对不对 这个打不死的蟑螂 打不死的小枪 这行情就是厉害 好 所以这个盘面 下一步怎么看 非常重要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 你下一步的一个行情 该怎么样做应对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件事情 当然我们来先看一下 头版的一个讯息 那台积电 已经进入到这个 所谓的哀米时代 老师啊 什么叫哀米 不是哀尤尾 是哀米 过去大家都听到是奈米 比如说 一般来讲 先进制程 就是五奈米以下 是以下不是以上 奈米是越大 是越 越 越不厉害 我应该这样讲 越小是越厉害 就是你把东西 越做越小 有没有 两奈米 三奈米 一奈米 就是越来越小 小到 其实是肉眼看不见的 要用显微镜去看 所以越小是越厉害 哀米就是 另外一个单位 比如说 各十百千万 有没有 就是近位 哀米 就是 比奈米更小的 十分之一 就叫做哀米 台积电进入到这个哀米的制程 那谁会望神莫及 三星 Intel 这个都望神莫及 Intel拿了美国这么多补助 你害不害臊 拿了这么多补助 你还是做出台积电 看看台积电 有啊 看看台积电 多厉害 对不对 那三星 我觉得就是 他们一定会不甘示弱 会蹭热度 就说 这哀米我们也有 对不对 这技术 碾压台积电 对不对 还会制装一些名词 说字也很厉害 可是看来看去 看到最后 你忘记了吗 还是台积电最强 所以技术制程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无人能够望其相悖 台积电最强 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 好 所以台积电带动什么 带动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行情 我们看台积电的周线 2330台积电的周线 其实跟大盘的状况 是非常的类似 我们一样给他一条上升的趋势线 他这个上升趋势线更厉害 更厉害 有没有 他其实连这个 这个什么 回挡的幅度都不大 有没有 他没有打到这个趋势线 打到这个趋势线是大概700 730到740左右 那其实这一波他的回挡修正 连打都没打到 而且呢 能够很快的站上 这个脚步 你看 之前这里回挡 哎呀 很多人说这个台积电不妙啊 但是我跟各位讲过 我们不管从基本面的分析 技术面的分析 筹码面的分析 甚至心理面的分析 我都告诉你台积电这里是低点 基本面不用再说了 全世界第一的制程 技术面 很多人会看到说破线就跟你说完蛋了 对不对 比如说看到这里 这个跳空缺口破线就死掉了 这个大跌完蛋了 但是我跟各位讲什么 这里他的指标没有翻空 他MACD只是进入到盘整的格局 他并没有翻空 很多人以为他翻空了 我跟你说没啦 你以为他这样翻空 当然不是嘛 他没有翻空 所以你看后面是不是 又涨上去了 对不对 啊对啊 你看红海是不是也这样 你看一模一样的道理 2317的红海 有没有 这是马上就涨回去的 他这里有没有翻空 没有翻空啊 有没有翻空 没有翻空啊 什么叫翻空 我跟各位讲 我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翻空 就是说他的这个指标 整个就是非常的弱势 我们就举一档例子 今天大幅度反弹的股票 哪一档股票呢 我们来看一下 3661的四星 这个叫大幅度反弹 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漂亮 但是如果你是买在 4500块以上 你今天还是笑不出来 你是买在这边的 你还是笑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什么时候 就应该避开这个风险 他什么时候转空 来我跟大家讲 他这里就转空了 有没有 这个两条线 MACD 陷入到零轴以下 柱状体翻绿 他其实在4000块的时候 就已经翻空了 这里已经是什么 空方的格局 你知道吗 站在卖方的格局 所以你说技术面重不重要 我觉得是值得参考 我不会以技术面当作我所有投资决策的东西 可是 你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有时候你去参考它 对你也有帮助 再来你看筹码面 法人也没有积极买超 所以今天的反弹 当然是一个讯号 这个跟台积电的埃米的制成 也会有一些关系 因为赤星跟创意 都是投遍到台积电去 所以它有直接性的一个关系 这个大家先来做一个了解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我们手上的股票 当然要跟所有投资好朋友 来分享一下 因为你看其实今天的盘面 我们来看大盘好了 因为昨天的台子期夜盘 我想早上节目讲过 我今天就不要再去重复它 你看今天的盘是很强的 台积这个台积的夜盘 是先杀后拉 是因为这个GDP的数字不好 所以先跌下来 然后PCE的数字也不好 结果反而涨上去 所以你说今天到底有什么利多 也很难找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台股市还能够涨 那就代表这个行情 真的是非常之凶猛 很厉害 今天涨了263点 263点台电的一个 在这个大盘的位置点 还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然今天观察的 美股的关键重点 第一个是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它盘后涨了12% 那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带动 这个晚上的纳斯达克 跟废盘指数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Intel的表现不好 Intel是大跌8% 所以两个抵消 一个多一个空 抵消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美股 就是中性看待 中性看待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台北股市就是先涨 再说了 所以当然会带动到 其他的AI股票 比如说我们看广达 可是你看广达为什么 这一波的 它的一个力道 反弹力道就是没有 红海墙 没有台积电墙 为什么 主要原因在哪里 你说一样都是GP200 2317红海为什么就比较强 你注意看这个技术面 它技术面没有翻空 可是广达曾经有翻空过 这里有没有 这个线跑到零走以下 它就会比较弱 所以你碰到这种叫做弱势反弹 我再讲一遍 这种股票叫做弱势反弹 所以它基本面没有问题 但是你问我广达跟红海 我会选择红海 我认为它有过前高 161块半的实力 这两档个股你给我选的话 我会选择2317的红海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好 当然讲到这个 其实今天 AI相关的机器人股票 其实洗刷震荡幅度都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们局党股票 2359的所罗门 今天创新高119块 可是你看它那个盘中 这个洗刷的幅度非常剧烈 它是拉上去 喷到快涨停板 然后尾盘是掉下来 跌了3.21个百分点 这个往下跌过程当中 但是我觉得 这就只是一个创新高的格局 会产生的很合理的一些所谓的震荡 为什么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AI机器人 是我认为非常看好的一个产业 它会比AI伺服器来得更具备爆发力 那理由在什么 因为现在AI伺服器已经陆陆续续都落实到 其他相关的这个企业上面去 比如说Meta也要买啊 对不对 Google也要买啊 陆陆续续它就会建置在 他们的云端设备 那其实已经看得见慢慢的实现 所以你就会看它说什么 这些公司的股价 好像没有办法再创新高 伺服器的股票 你看2376技嘉 它就没有办法再创新高 3231的伪创 就没有办法再创新高 可是为什么所罗门能够创新高 它就代表什么 机器人嘛 黄仁轩不是都讲吗 看好机器人 尤其是人型机器人 未来一台大概卖 三万美金 就是大概一台车子的价钱 这个就具备竞争力啊 我想车子当然是高价单品 可是如果你换算成买 我用一台车子的价钱 比如说100万台币 100万台币 而买到一个机器人 其实这个有市场 这个有市场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相关的个股的话 我觉得都蛮值得做期待 那当然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讲的 所罗门6188广名 你看今天广名的创新高 涨到多少 盘中一度快涨停 涨了快7 涨了7点多% 涨到97.6元 涨到97.6元 那你注意看 涨到97.6元 那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我们4月24号礼拜三买的嘛 恭喜会员6188广名 强势 弓上 涨停板 现买 现赚钱 太漂亮了 水 真的是太漂亮了 强势弓上涨停板 所以我觉得广名这档个股 我是长线的看好 这档个股长线看好 那我们再回归到这里来 6188广名 这档个股我们长线看好 虽然他现在并不是说 你看他说像索罗门那么样的陡峭 可是我跟各位讲 因为广名旗下有一个叫做达明机器人 他旗下的这个机器人相关的这个产业上面来看的话 对于未来的发展程度是相当看好 那等于有双题材支援 第一个他有机器人题材 第二个他有广达集团的支持 所以6188广名 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长线去追踪 而且你看一下 他的一个这个本益比23倍 其实不高 其实算是相对是蛮便宜的 你看他第四季的获利 来第四季的EPS 1.2亿元 这第Q4的1.2亿元 表现也不错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 这个股价 其实越来越强劲 越来越强劲 今天创了一个短破的新高 那当然索罗门会是一个非常直观性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说现在分为两个区块 第一个叫做AI的区块 那AI里面包含很多 包含伺服器 包含手机 包含PC 包含现在机器人 那我觉得机器人的这个前景 我是最看好的 你会看到电影那个全民公敌 有没有 这个那个机器人 你看他会下来 那个时候很害怕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东西慢慢慢慢的 其实就会陆陆续续实现了 而且我着重的是什么 他的毛利率跟单价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 AI PC跟AI手机 他们的相关的股票 就没有办法涨那么凶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产品的单价有关系 我为什么说跟价格有关系 因为AI伺服器一台 一台可能就是40万50万 一个企业要建价要架构这个组织就是好几十台 可能一买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再买 可是我刚才讲 AI机器人这个你一架就是一百万以上 而且是初规的 初阶版本可能就是一百万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商机是相当是惊人 对于他未来产业前景的发展 我觉得是非常看好 所以所罗门 你看我们跟你讲的时候 来在这边 4月24号节目我开盘前 我直接公开看好 我节目资料也跟你分享 我说什么 所罗门广名 我说六四一四花旱大涨之后 接下来会带动谁 带动所罗门带动广名 结果当天我讲完 广名掌龄板 所罗门掌龄板到今天第三支 第四支创新高 六一八八广名也是即将干嘛 即将有机会往上做一个攻击 好这个是 这两档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票 我觉得这个是最具备 这个产业前景的股票 所以我说其实 现在各位去看这些相关的个股 你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操作 这个都很重要 好来我们再看 除了这个以外 另外一个族群就是政策相关的 政策相关的族群的话 我觉得就是注意 第一个重店族群 第二个观光族群 那你看重店的代表谁 1514的亚历 这一支股票 我们赚了六根掌龄板 真的赚翻了 好不好 六根掌龄板 来朋友 看一下 来真的是 真的是很开心 看 六根的这个掌龄板 来 我把这个 资料把它找出来一下 好 稍微等我一下 好 这边 好走到 来 这个 1514的亚历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什么 亚历山大地 打信号那地方就是我们进场的位置点 连续六根 涨了六支的掌龄 来到了六登墙 那当初我跟各位讲什么 其实它的 三微体的架构是非常的明显的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三微体的架构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投资操作的核心价值 你基本面要有 技术面要有 筹码面要有 你三者缺一不可 你三个互相搭配 那这个时候股票就会天衣无缝 谁最强 谁孰强孰弱 你就能够很清楚 那当初的什么 亚历为什么会这么强势大涨 台电强认电网计划 对不对 我那时候跟各位讲过5000亿的什么 台电的一个计划 它对于所谓的铺建这个线路的部分 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你看涨了六支涨停 那现在呢 现在在横向整理 那有没有爱它多头格局 我觉得没有 它还是多头的行径 它可能随时突然干嘛 突然又喷出去 因为主要我们观察重点是 它有没有翻空 这是我一直以来观察的重点 它现在是进入到什么 盘整而已啊 你要去注意哦 这一波大盘 其实中间经过了回档 它也没有什么回档 其实没有什么回档 你有没有注意到 没有什么太大幅度的回档 各位对不对 其实就还好嘛 那另外这个是关于到亚历 而且它连续涨 你注意看 它是涨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 一路往上涨 而且每天都是开高走高 开高走高开高走高 而且它不会涨很多 它不会一开盘涨到说 像那个索罗门这么凶悍啊 因为索罗门因为股性的关系 它是电子股 又是AI股 股性的关系就很容易开盘就涨停板 那亚历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是身为属于 百元的俱乐部的股票 然后呢 这个之前的股性没那么活泼 可是你看 它当它涨起来也是很惊人 每天就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连续喷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第一时间 去锁定它的原因 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去锁定它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在布局啊 每天在建构 这些相关的个物 其实我每天都在看着这些事情 所以 这个是1514的压力 所以后续上面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本益比目前来看 也没有过高了 你说50倍呢 而且它现在是涨到分盘交易啊 那你说50倍本益比到底是高还是低哦 我觉得要跟它的同族群比较 跟谁比较 当然是跟华晨比较 华晨本益比86倍 对不对 四电本益比67倍 所以你说亚利的本益比其实是最低的哦 50倍而已 50倍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个股 你还是可以把它列为什么 追踪观察的标的 好 再来 政策概念我们分三块 就是除能 军工 跟观光 这三块是政策概念 那这个股票做到什么时候 520之前都有机会 你说啊 华晨老师 这样不是剩20天 20天你可以赚几只涨停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来我们就来看这张股票 27455伏 你自己看 有没有 现在你这个出国的机票 下那个暑假 出国机票已经订满了 而且都涨价都很贵了 现在4月你现在就要订 订暑假 不然就来不及了 旅行团也是啊 你不现在订 暑假就没得订了 所以都是提前发酵 所以这种观光类型的股票 你绝对不能够等到暑假再来做 很多人会讲说 可是现在就还没放假 他们会涨吗 就是要这个时候它才会涨 等到7月份的时候 我就不做了 我们就要通通获利下车 你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观光股会涨什么 国台办的消息 要开放两岸的这个民众 之间旅游的一个来往 这个叫酒汉逢甘霖 不是 这差点听起来就在骂人 酒汉逢甘霖 好不好 发音正确一点 好了 所以呢 你看这五幅 五幅你看这名字其实取得也不错啦 观光的旅行社的股票 旅行社的股票是这样的时候 它的这个股性是很活泼 然后呢这个 波动也比较大 可是当它一个上去那个趋势是 非常惊人 它就一路飙飙飙飙飙飙飙 一路往上涨 那速度是很快 但我也不是说 哎呀要一直跟你强调这个涨停板 但是投票你看 因为我要让你对照是说 你注意看 我要让你对照是整个行情的一个什么 差异点所在 我们这个五幅的 把它找出来 在这里 对投票你看 五幅涨停再涨停 我们节目也是公开讲 当初已经赚了两根涨停 那时候股价还在100块附近 我们已经赚两根涨停 那赚两根涨停之后 我们节目开牌 开牌之后 当天又涨停 昨天又涨停 对不对 这我们节目直接公开 跟大家看好 公开跟所有的投资好朋友 做分享的 那你看真的很开心 你看这股价 往上涨 那你在对照大盘 因为我现在跟你 跟你讲的东西是这样 你要对照一下大盘 到底是强还是弱 这很重要 你看大盘是这样子 大盘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客观的 一些所谓的分析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对照一下 他跟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这样 月线好了 大盘现在在月线以下 那你要做什么股票会是多头 月线以上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现在大盘不是 我意思不是说大盘是空头 我是说你要去比较一下 他跟大盘的强弱程度 你现在要做是比大盘强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 像台积电 对不对 现在就刚要卡在中间 他跟大盘的联动性是很高 所以现在他比较没有超额报酬可以赚 231西红海 他在月线以上 所以是干嘛 有机会会再涨的 2382的广达刚才讲 现在他也是卡在中间 所以他跟大盘很接近 这档股票你现在要再赚他 难度也会变高 那你看 亚利 是不是比大盘强 站在月线之上 有没有 5伏 这答案就很清楚 所以你现在要选择是这种类型的股票 要比大盘还要强势的 这样懂吗 你要选择这一类型的股票 这是观光的 那观光包含什么 旅行社跟航空 今天谁大涨 长龙航 今天长龙航大涨 涨了多少 涨了6.7% 那当然了 来我们的恭喜的简讯 当然要秀一下 好不好 恭喜布局2618的长龙航大涨6.7% 观光搭配航空旅游的一条龙 这一条龙非常之惊人 真的 这个龙的传人 好不好 王力宏 龙的传人 不过最近 王力宏复苏之后 其实他还蛮红的 可是又好像又稍微消失 他自然开眼上会 哇爆满 可是好像又讲错话 然后又消失了一下 anyway不管 这是龙的传人 好不好 这股价很强 所以你看 2618长龙航 所以你看一模一样的道理 来 我们再把它这个 均线的位置 把它抓出来 有没有 在月线之上的 MACD翻多的 法人在买进的 你选这种股票 你的胜算就会比别人高 你的胜算就会比别人大 我们就这样子做操作 其实我们的逻辑就是这样 很清楚 哪边的个股 它是强于大盘 你现在要做是比大盘强的股票 不一定要选择 涨到天上去 因为涨到天上去 它又可能会地心引力 你知道吗 这个 太晃了 像地震一样 突然想到那个黄力型的 那个哥 对不对 太晃了 可能会被地心引力吸引 所以你不见得要选这种 右上角涨很多了 45度角很陡峭那种股票 可是你看像这个就很适合你 你看 常动行又亮又大又便宜 对不对 又好赚 又有题材 而且你看它 今年其实获利会出来 本益比多少 你看它本益比就知道 本益比9.12倍 所以它有没有获利 它有获利 它有获利 不然这个9.12倍哪里来的 你知道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你现在我们都会去找这样的类股 给你做操作啦 你量又大 本益比又低 然后呢 基期又刚起涨 这个就很安全 安全又能够赚 这个是现阶段大盘 我想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是航空的这个类股 再来我们讲到一个军工 军工大家当然都会讲说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叫做汉翔 对不对 2634汉翔 可是随着这个 冬冬战士稍微和缓之后 这个好像无人机 飞机体材比较涨不动 我觉得大家要看一档股票 比较没有人注意到它 6753的隆德造船 我觉得你要去注意这档股票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隆德造船的技术很特别 来我播个影片给你看 隆德造船有一个叫做不倒翁船 360度翻阵 来我放大给你看 来我play影片给你看 你看喔 你看这船它倒下去 对不对 就是这样翻翻翻 要沉船 有时候你遇到风浪太大 整个沉船了 但是隆德造船的技术 是会让你自动扶正 360度你看喔 360度自动扶正 你看 就起来对 这不是在拍电影 不是轨道船 这个民众就不用看了 这隆德造船 在宜兰啊 不过现在大家对于花东稍微 稍微 怕地震啊 不过我们还是帮花东加油 宜兰地区加油 当初我们也是 有做一些这个小额的 小额的支持啊 捐款啊 也是有帮助这个 这些受灾的这个住户啊 那我问老师就略进绵薄之力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 这个隆德造船 为什么因为 它是国建国造最重要指标 所以我觉得因为中东的战事和缓 可是你520又要题材 又要军工题材 那你应该看谁 你应该看隆德造船 你那了解吗 你应该看他 我觉得你应该看他 所以现在政策 方向逻辑就很清楚 除能的 绿电 重电 观光 军工 这三个 然后再搭配 这个AI 那如果说你这几个 你都不喜欢 有没有什么 来 这铺梗铺这么久啊 高股息 对不对 高股息来 来我跟各位讲 我举一档股票当做例子 来跟各位讲 6176的瑞宜 瑞宜的股价 最近昨天是光要涨停板 我们来看一下 6176的瑞宜 整理了很久 你看那个整理时间 怎么够长 那他到底凭什么 能够又供到涨停板 凭他的高股息 凭他的基本面 因为他做背光模组 那听起来产业面 没什么特别 可是他公司的获利非常好 你看他去年赚多少钱 朋友 你看他去年赚多少钱 去年碳10块 11块 我讲的是股利 现金股利发多少 发10块钱 换个颜色 现金股利发10块钱 然后他赚11块35 他股息的配发率很高 就是说他赚了11块35 但是配了10块给你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配发率是大概八成以上 殖利率很高 所以这种股票经过修正之后 其实就会涨 就会涨 因为现在大家因为被940的豆腐之乱 搞到有点害怕 所以这些高股息的股票 他最近开始比较沉浅一点 可是这也是你的机会啊 如果我刚刚讲那些你都不喜欢 没关系来高股息你总会OK吧 对不对 我们另外还有四档 四道好菜 准备啊干嘛 准备啊跟你好好地分享 这四档股票你注意看 那殖利率都是多少 都是5% 4%以上 表现都不错 而且去年都赚很多 2023年都赚很多 赚了比如说5.87 9.86 15块半 5.79 那获利都非常好 而且呢 配的股力都很棒 5块8块 12块 3块3 所以其实他们的一个 殖利率都很高 那如果你想要 知道这份高股息的名单的话 我在其实这个礼拜这个 荆州看这个专访 我有特别写了很多的专栏内容 那如果说你来不及消化 来不及看 想要知道我最精华 最看好的股票是什么 就在这里面 很简单 最精华最看好的就在这里面 各位来索取 加我的line 怎么索取 加我的line 小老鼠 888 然后你加入之后 你就打888 关键字key888 OK 加我的line 趁这个周末时间 就像我刚才讲 AI的股票 我也跟你讲 机器人相关概念 再来 政策相关的股票 我也跟各位报告 那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 因为其实 这些族群里面 涵盖着还有很多很多 你没有发现到的好股票 那我们会一步一步挖掘 带会员做操作 就像长隆行 就像五福 对不对 就像广民 就像索罗门 索罗西对不对 那么强 像亚历 我们前一波做的亚历 我们持续还是看好 这个就是 现阶段你要去思考的逻辑 这个大盘没有问题 纵使会震荡 对不对 一天大涨 一天大跌 你很担心 但是你看 但是你看看 哪一个分析师 对不对 哪一个男人 告诉你什么 没有 告诉你什么 礼拜一 我就公开告诉你什么 这个盘就要反弹 有没有反弹 是不是反弹了 对不对 你要找是这样的分析师 不是到今天才跟你讲说 这个盘应该OK 没问题了 不是 是礼拜一就要跟你讲 这个盘会涨 所以你看这个盘 是不是一路上去 就如同我们这首诗 来 我们一样这个诗 对不对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从山 好不好 这个行情 依然大有可畏 那看各位 怎么做把握 对不对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买的 欢迎打电话进来 这个电话在下面 080066808 或是加我的LINE 私讯我 那另外这份重点资料 我刚才讲的 如果我刚才讲的AI军工 观光 除了你都说 老师我不敢 那没关系 我知道你一定有一个 你喜欢的啦 高股息 好不好 这个资料 请问各位 来直接来做一个 索取的动作 加入我们的Lite账号 小老鼠 mye888 atmo888 先做输入 先加入 先取得这份 重点资料 好不好 先让大家 赚大钱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 跟所有的投资好朋友 分享到这边 祝大家 总共愉快 赚大钱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并认为我分析的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 按赞 订阅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记得同时开启小铃铛 才能够收到最新的消息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